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当你如果人生里面有些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一种refreshment 有一种新鲜感 有一种精彩的情绪 就好像新年穿新衣服一样 早两个月就是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香港的时候是怎样的呢 在香港的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新年的时候 爸爸妈妈通常在新年前 就会带我们买新衣服 新鞋 新衣服 原因就是希望新年的时候 穿到新速速 好像气球营身一样 并且除了气球营身这种感觉 有时你不知道有没有留意 当你个人穿上新的东西的时候 你看下去好像整个人的新速速 总是觉得自己有点精神爽利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不知道你穿着新衣服去照镜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自己一个新鲜的形象的时候 而觉得特别有点开心 我觉得刚才那句说话 你照镜看到自己穿新衣服开心 其实对我这种 十年都不买一件新衣服的人来说 一样是适合的 因为原因为什么呢 早两个星期我发觉其中一条牛仔裤 已经跟梅菜差不多了 所以早两个星期我去买了一条新一点的牛仔裤 真的照镜穿起来的时候发觉 个人没有那么寒酸 大家不用看我 我已经立刻看到有人看一看 是不是我现在穿着这条褲 是的 那时候真的的而且是开心一点的 但是你要明白 穿新衣的而且比我们生命上 会多一些refresh 有一种新鲜感 觉得有一些开心的日子 开心的感受 但其实在圣经里面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都有讲关于穿新衣的题目 OK 而圣经里面讲就是说 当我们穿上了这些圣经里面 所讲的新衣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当中 的而且确是会有一个 截然不同的改变 一个开心的改变 不过我想强调一点 如果在座当中 是有天生购物狂的 就不要因为听到圣经说 原来穿新衣这个课题 你就立刻在想到 有借口了 OK 就不要经常想着自己出去 买件衣服回来 穿两包就说穿旧了 然后圣经说要穿新衣 你就一天到刻 就是为了追尋新鲜感 不停占着买这些新的衣服回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新衣 其实是指到一个新的 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模式 思想态度 OK 而圣经里面讲 当我们人 若果能够穿上 圣经所讲的这件新衣的时候 我们的而且确 是会被穿着旧人 就是旧时 未曾有改变的生活模式 那种的生活 一定会比以前过得更加好 那究竟圣经里面 在哪里讲 说我们能够有机会穿上一个新衣 其实就是《二乎所书》 请Maisy带我们一起去中读 以下来的一段经文 就是《二乎所书》第四章 第21至第24节 请大家一起跟着Maisy来中读 《二乎所书》四章 21至24节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漸漸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身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结 大家看完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会发觉圣经里面很有趣的 它叫你穿上新人 脱去救人 它将新人和救人是用穿上这个动词 就好像穿新衣服一样 大家留意一下第22节 22节里面说什么 它说我们要脱去救人的样式 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所以你看到一个救人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些旧有的生活模式 思想行为态度 就是说要离开以前一些 不合神心意的 不是对圣经教导的思想行为模式 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种救人 圣经在这里怎么说 它是说是由个人的私欲而演变出来 就好像小时候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些小孩 很多都很听话 乖乖的 听听话话 纯纯品品 但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 人的私欲开始浮出来了 贪心 贪玩 所以有些不幸 有些小朋友小时候就学会了 在爸爸妈妈的跪筒里偷钱 大过一下子 不小心就变成一个偷骄拐骗的骗徒 所以圣经在《二福所书》第四章23节 教导我们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深思意念上的改变 去穿上一个新人 而这个新人是有着神的形象 就是说穿上一种新衣 这件新衣就是一个新的生活模式 而这个生活模式 好像圣经这里说 就是说和上帝的真理当中 所提到的人意和圣经 圣结是吻合 是如出一切的 所以这个新的生活模式 新的思想 心态 是和圣经真理当中是一样的 不会和圣经真理有违背 所以当我们说穿上新人的时候 当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新模式的时候 就不是好像我上两个礼拜 在YouTube上面看到香港有一位女艺人 就说自己开始吃斋了 开始就做多一些的运动 开始戒了夜袍 所以因此而她的皮肤漂亮些 体能好些 就不是说那种新的生活模式 说的是我们的生活模式 是会有着一种和圣经教导吻合 和圣经教导是预出一切那种生命上 行为思想的改变 OK 其实在圣经里面 有不同的书卷 在圣经里面 包括了罗马书 哥伦多后书 以弗所书 加拉太书 和哥罗西书 都有提过 我们人要着上一个新人 拥有一套新的生活模式 而在今天 我想跟大家去留意一个课题 就是在这几段经文里面 其中一个讲到关于一个新的人的生活模式的一个特质 就是关于谦卑的品格 今天我们希望就从圣经里面 看看圣经怎样要求我们做一个新人的时候 同时拥有其中一个新人的特质 就是有谦卑的品格 同样在司徒保罗所写的一本书 是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 有以下这几节经文 我们看看这几节经文里面 是怎样讲到信徒穿上新人 是要有谦卑的品格 我又再请Maisy 带领我们一起去读这三节 在哥罗西书的圣经 不要彼此说方 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漸漸更生 正如做他主的形象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结梦爱的人 就要全年晚因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可能谦卑这个词 其实对中国人来说 其实是老生上探 中国人总是觉得 其实谦卑是好的 我们应该拥有这个品格操守 但是你环顾现实环境当中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社会上面 其实无论不同阶层的人 其实可能他们的生活 都跟谦卑这两个字 所说的意思 其实是越走越远的 近日经常都会看到一些 的报章社评 其实他说的一件事就是说 他发觉在全世界上 不同的政府 不论是中国 香港 美国 北韩当中都充满着 很多自大骄傲的政客 详细的东西 我们就不会讨论了 但是如果你不信 又或者你想知道多些 这个社会上面 这个世界政治的氛围 究竟是不是充满着 很多骄傲自大的政客 你自己去留意一下时事 又或者去看一些 有水准的社评 你会发觉这句话都挺真 但是就算不说政府也好 你环顾一下我们身边 我们作为平民百姓的生活当中 其实谦卑是不是一个 很多人会识心栽培下功夫 去锻炼的品格呢 又未必是 记得早几年 我在牧羊的生活当中 牧羊一大群的年轻人 记得有一次在聚会里面 我就特意去问一个问题 我说 如果在座你这么多位 你都是在工作上面的supervisor 你是老板 你想要求你的下属 有些什么优越的质素 那整大群人在那里讨论 之后一大群的答案涌出来之后 我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 刚才你们答案 里面没有人提到 要你们下属 要谦卑的 之后有一个 史丹福大学的毕业生 就是博士的毕业生 就有很多的年轻人 都去项头去认同 这件事可以反映出 就是这一批 其实当中半数 都是湾区知名大学的 碩士或者博士毕业生 反映出他们观察到 其实社会上一个价值观 就是说 不要承低威 不要谦卑 才是大部分社会上的教导 但我发觉最讽刺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真的去留意一下 社会上一些顶尖的领导人物 这些顶尖的领导人物 不弱而同 都是会告诉你 其实如果你要做一个 出雷拔萃的领袖 你所拥有的一个品格 一定有是谦虚的 OK 有一位的作者 叫做Jim Collins Jim Collins 他以前是史丹福大学 一个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business 就是怎么说 business 是什么 商务的研究院里面 一个教授 他曾经在史丹福大学里面 是拿过这个叫做 Distinguished Teaching Award 就是出雷拔萃的教学奖状 而他本身是会去到 不同的机构里面 一些大机构 教一些老师级人物 怎样去做一个领袖 他写了一本 关于Leadership领导学的书 是New York Times的bestseller 也都是 在Leadership的书里面 可以叫做经典 你读完Leadership 你都会看他的本书 叫做Good to Great 有多少人看过 三四个而已 Judy你没看过吗 你什么意思 看了一半 OK 在这本Good to Great的书里面 其实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是 圣经里面没有讲的 不过Hermann应该转PowerPoint 你留意一下一张slide 麻烦 Good to Great里面 其实清楚讲到明 有五种不同的领导人 五种不同的Leadership 这五种Leadership 最高的一个是叫Executive 就是说最顶尖的领导级人物 他们拥有的其中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都是有一个Hermannity 就是有谦卑的品格 所以你用心想一想 就算现今社会上 虽然少有去推广要有谦卑的一种生活情操或者品格 但在我们平常做人处世的时候 我们内心 common sense都知道 谦卑是好的 你看到无论是东方或者是西方的文化里面 我们都看到拥有谦卑品格的人 会是成功之道当中所拥有的其中一个特质 所以其实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 拥有一个谦卑的生活态度 对你的生活都会带来一些好处 因为这个谦卑是处世成功之道当中一个特别的因素 再者 如果你做了基督徒的话 你就更加应该去符合上帝对你生命的要求 上帝要求人要有谦卑的心态 那我们就一定需要去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 那究竟谦卑是什么呢 谦卑是为什么呢 我想大家看看肥立比书 肥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 圣经里面说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徒虚浮的荣耀 只要全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圣经这里对谦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描述 再继续看头影片 因为英文翻译会给我们看得容易一些 它说 Inhumanity 就是说当你在谦卑当中的时候 你自然流露这个行动就是会看别人比自己强 OK 那时候你会发觉是说 你全心谦卑的时候 就会看别人比自己强 肥立比书二章三节这里讲了 若然你谦卑 你其实就是怎么样呢 换句话来说 你会看自己 不会看得那么大 不会看得过大 你会看自己看得宿小一点点 但是可能你会问什么呢 就是说 圣经他讲谦卑 就说看自己微小一点 宿小一点 但会不会其实 在社会上面对谦卑的定义 不是跟圣经一模一样的 那你都问得对的 我们看看社会上面对谦卑的定义是怎么样 首先我们看的就是 Webster英文字典里面对谦卑的定义 首先他就是说 freedom from pride and arrogance 就是说 一个谦卑的人是不会自大 不会骄傲 同时间第二句英文就 谦卑就是 equality or state of not thinking you are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 就是说你不会觉得自己比身边的人更加重要 更加厉害 所以你会看到 字典里面对谦卑的定义都是说 不用看自己这么大 看自己合乎中度就OK了 如果你再查一查在美国里面 比较得到认受性的 psychologytoday.com里面 其实不同的心理学博士对谦卑都是有类同的定义的 看看一位心理学博士叫做 Carl Albert里面所定义的谦卑是怎么样了 这句英文比较深 我直接意译出来给大家听好了 他对谦卑的定义 其实大部分心理学博士都是这样的 他就说谦卑其实是一种能够脱离 社会文化规范当中所产生的自恋 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的自由 就是什么呢 当整个社会都有个风气 就是要自我吹捧 要以自己为中心 要觉得自己很厉害 自我吹嘘的时候 一个谦卑的人是不会受这些影响 他是不会埋 他是不会漏答 他是不会埋堆 他是不会跟社会上的人 一样自大自恋 这个就是那种自由 简单一点来说 谦卑其实就是什么 不自我 不要自大 不要自夸 但记住 谦卑不是代表你否定自己 不是代表你肯定自己没用 说自己什么都不行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就很需要学习谦卑的意思是什么 OK 为什么呢 有没有发觉中国人 常常都误会了谦卑 就好像以下的情况 好像你明明是做得好 你做了一件事 你身边的人就走来跟你说 你这件事真的做得很好 我很欣赏你 但中国式谦卑是怎样的呢 富有中国特色的谦卑会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不是的不是的 哪里是 哪里做得好 完全不关事 就是乱来而已 是吧 而中国人又会很喜欢将这种中国特色的谦卑 套用在自己的子女身上 例如有时候子女可能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做了一些好的东西了 拿到朗证冠军了 成绩考试考得很好 那中国人就会对其他的家长说什么 嘿 哪里聪明啊 黑衣仔而已 我想问你 在座中有几多个 你曾经被你父母套用过中国式谦卑在你身上 都有几个 ok 那我特意呢 就是我都不是那么好受的 ok 那我就去问我妈妈 就是我小时候 因为为什么我特意去问一问妈妈 我又没有小时候 又没有试过给她套用中国式谦卑呢 那我妈妈也很坦白跟我说 她就说 那坦白说 你小时候没什么呢 所以没什么机会套用中国式谦卑 她昨晚真的这么跟我说 ok 那你要明白就是说 其实谦卑不是说你否定自己不行就叫谦卑 不是这样的 无论是圣经或者是心理学 对谦卑的定义都不是说你 是不是都否定自己 是怎么样呢 再套用另一个的在psychologytoday.com 另一位的心理学博士叫做Christopher Peterson 他这样讲到ok 那很长的一段 那我就读出来给你听 他给了谦卑一个很清晰的定义 还有给了一个很清晰的例证 告诉我们怎样为之谦卑 他就说 英文来的成段 但是我意译了中文话读给你们听 他就说 谦卑其实指出一个人 是不会看自己的价值 是高过他本身应有的价值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就不会自贬身价的 反而他会按照真实的情理 来看待自己和表达自己 就好像如果我们说 牙买家那位奥运短跑金牌选手 见什么名字 Usain Bolt 如果Usain Bolt说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跑得快的人 这一句说话里面 就不是显示出他的谦卑 相反可能显示出的就是 他如果不是虚偽 就是贴了线 真的的 他英文是说 If not craziness 这样写的 OK 因为在现实里面 Usain Bolt是世界短跑级好手里面 跑得最快的那个 对不对 相反 如果他说他在短跑出色的战绩 是归功于牙买家人 他们传统一流都很重视短跑项目 并且他们整个民族里面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项目里面 是很有特殊的技能 很好的 而且归功于帮助他在短跑项目上取得好成绩的团队的话 那就显出他真正是谦卑了 明白吗 心理学家其实都告诉我们 社会上对谦卑正确的看法不是自我否定 这些心理学博士对谦卑的定义 就是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我一说看得合乎中道 我不知道基督徒有没有想起 罗马书里面 保罗也有说过 圣经里面也有教过基督徒 人生里面如何为之一个拥有谦卑的生活态度 就是看得合乎中道 看看罗马书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圣经记载 他就是说 使徒保罗写的 他说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想我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看得合乎中道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是十就看自己是十 不要你是十 你硬看自己是五或者十七 总之你要看自己的价值就是正常的价值 这个就叫看得合乎中道 正正就是这个心理学家 所去对谦卑的描写 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所说的谦卑 和我们平常人想的谦卑 那个definition都差无几 而当你明白到谦卑其实是解 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不要太过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去认同在美国 看自己 真正的谦卑是少点想到自己 或者也可以说少点为自己着想 就是说少点以自我为中心 少点自大 将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将自己看得缩小一点 怎样我们的人生才可以穿上这种新人 有一个新的合乎神 心意的谦卑的生活模式 就要去学 但人其实学东西除了看书之外 最通常的学什么呢 就是学身边的人怎么做 你去模仿的 对不对 就像我最近看到有些朋友 他们的iPhone 不知道六还是多少 电开始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 那他们就自己上去YouTube 找一些视频 跟着别人怎么做 开螺丝上螺丝 自己换电 你想想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 你想想你人生里面都是模仿 你怎么学祈祷的 通常就是在一个聚会当中 你身边的人怎么站 你就跟着他这样站 对不对 模仿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学习的方法 所以其实无论你是基督徒与否 你想去学习谦卑的功课 都可以由圣经当中学到 第一个首先我们可以学校的榜样 当然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他本身整个人生 就是谦卑的一个典范的彰显 看看肥立比书 肥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至八节 圣经这样记载 他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卜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 全心信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圣经这里是说什么呢 他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为了要拯救世人 他就甘愿降悲来到世界上面 放弃了造成一些权利 成为人的样式 和我们人一起生活 最后来为了拯救每一个人 拯救我们 不需要将来落地獄有永死 他甘愿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债 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看看两字的经文 《罗马书》里面清楚说明 《罗马书》里面说明 就是说第三章二十三节 他说 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而当一个人犯了罪的后果 是什么呢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也都说 因为罪的功架 就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 是永生 所以 其实圣经里面说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但根据创天造地的上帝的规矩 一个犯了罪的人 他最后的下场 就很不幸地要去落到地獄 又便受永死的认罚原因 是因为罪有应得 但上帝是爱世人 所以他为世人留了一条后路 就是什么呢 他插拜耶稣基督降世 成为一个人 然后为了你和我的罪债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死后被埋葬 三日复活 以致让今时今日所有人 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救世的福音 你就可以有永生的盼望 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至五字里面说 一个能够令人得救的福音 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呢 三样 第一样就是 只要你是凭着信心 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第一样 第二 你相信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债 死在十字架上面 洗清你的罪债 并且死后三日复活的话 你就可以凭信心 信这个耶稣 和信他的福音 而得到永生 而永生 是包括在现今地上生活上面 是不断的认识上帝 并且将来死后 是可以复活上天堂和神 过一个永恒幸福的生活 这个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来到世界上面要拯救世人的工作 复活节就是 慶祝耶稣基督死后三日复活的日子 所以在今天这个慶祝复活节的主日崇拜里面 再次清楚提到耶稣基督救世的福音 是最合适不过的节日 同样希望大家紧记 耶稣基督他本身是神的义子 但是他甘愿谦卑降世为人 成为人的样式 最后来为世人的罪债死在十字架上面 这种就是他谦卑的态度 他谦卑的生活模式 是清清楚楚显示出耶稣是怎样的 think of himself less 就是他非常地不是为自己着想的一个人物 所以期望无论是基督徒与否 我们都能够从耶稣基督的行为模式身上 看到一个愿意牺牲 愿意是放下自我一个谦卑的态度 这样从他身上 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一个谦卑的模式 但不过有时候也可能会说 Pastor Jim 你一下子就扔个耶稣出来 选一个最劲的你走来叫我学 会不会高难度多一些 我都明白的 或者我们降低的难度少少 我们未必需要直接跟耶稣学 不如试试 从服侍耶稣的仆人学一下 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的仆人 其实他们生命里面 都是过着一些很谦卑的生活态度 来复试神的 OK 从他们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 放下自己谦卑的功课 可以学到 把自己看得小一些 把自己缩少一些的谦卑功课 香港著名的作曲家 雷仲德 就是透过圣经里面 一位神中心的仆人 他谦卑的生活模式 来自己学习 如何把自己看得微少一点的谦卑功课 在2018年2月的影音士团所出的 《天使心》这本《月刊》里面 就记载了雷仲德和他太太Jade 信耶稣的见证 而这个见证当中就清楚写了 雷仲德如何在保罗斯和保罗斯身上 学习到一个谦卑的功课 我读他的见证一段给大家听 事源就是因为他太太Jade 信了耶稣之后 雷仲德自己都很想去经历神 那他就去祈祷了 他就祈祷和神祈祷 就说上帝我都很想体会到你 很想经历到圣灵的同在 那这个记载里面就说 他向神祈祷了一个土 希望经历到圣灵同在之后 那个文章就这样 当晚雷仲德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他沉回很多昔日圣保罗的旧生 就是他中学的时候读圣保罗 我不知道是不是姓Poco 那继续文章就说 梦里面雷仲德又引用了很多 保罗写的哥林多书信经文 我猜是在梦里面 他自己都记得很多哥林多书信里面 保罗所写的经文 一觉醒来他对梦的意思摸不着头脑 后来漸漸的揣摩出来了 这个梦很强调圣保罗 保罗一定是关键 保罗本来叫素罗高大的意思 遇见耶稣后改名叫保罗 微小的意思 我顿时明白了 原来我没有谦卑过 我没有摆自己在微小的位置 那之后呢 这个文章的作者 那个editor就写 人类一切的罪源于自我中心 假使我们把自己败得太高 我们无法看清脚下正偏离正路 假使保罗不动谦卑 他也无法领受圣灵的洗 当mark 即是雷仲德 把自己缩到最少 他感受到圣灵的同在 感受到神的伟大 以下下来这段说话 就是雷仲德自己说的 原来当我把自己变少 很多人生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我一向觉得自己处理压力相当有能耐 即使经历高高低低 我也可以撑得过 然而脾气变得越来越差 其实就是压力到达顶点的征兆 解决方法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别把自己放那么大 Put God first 所以从这个见证里面 你会看到其实 无论是信了耶稣 还是未再信耶稣的朋友 都可以学习雷仲德一样 或者自己看一看圣经 看一看圣经里面 神的仆人他们那种谦卑生活的模式 从而在他们身上 都可以学习到一个 谦卑自己的生活态度 和一个思维 但除了向耶稣学习 向耶稣的仆人学习 我觉得还有第三个途径 我们都可以学习到谦卑的功课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试试信耶稣 我不是为了卖广告 引你去信耶稣 所以才这么说 是有原因的 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 我们人只要是 信耶稣基督救世的福音 我们可以有永生 而福音第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第一个要元素是 人必须要承认自己 是个罪人 是不是? 但你有没有在意 我们一开始已经说 如果社会里面 个个都是很自我 个个都觉得自己没错的时候 哪会有人认自己做坏子 哪会有人自己 会主动认错 或者自己犯罪 但老实 这样想 我们回头看一看 无论你信了耶稣 还没信耶稣 我们回头看回 在我们人生里面 其实只要细心上下 我们人一生一定做过 有不同的错事 有不同的过犯 那些都是罪 但是 当我们能够放下自我 放下我们自我优越感 谦卑来到神面前 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 承认我们以前人生里面 有意或者无意 都做过一些 伤害过自己 或者伤害过身边的人 的罪行的时候 岂不是其实正正就走出 活得谦卑这种 生活模式的第一步 因为你愿意放下自己 愿意去在上帝面前说 Sorry 我犯过罪 我记得在以前讲到里面 我都有分享过 我自己以前的人生 我从小到大 其实都不是一个坏的小孩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 我其实也挺乖的 但是去到二十多岁 读大学的时候 回头看一看 真是我人生里面 的确犯过不同的罪 OK 而当时我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我知道自己 我认自己犯过罪 但是我不可以 像叮当那样 坐过时光机 回到以前 Undo我以前做过的罪行 Undo一些 我伤害过自己 又伤害过人的事情 那时候我发觉 我自己无法遥数到自己 那怎么办呢 直到有一次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报道会里面 我听到 有位牧师 在圣经里面 说的创天造地的 那个神 原来是很爱我们的 所以他猜派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罪 写在十字架上 只要我愿意去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的福音的时候 他会遥数我的罪 当时我觉得 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 遥数我以前做错了的事 但这个创天造地的神 愿意去遥数我呢 这份爱觉得很大 就在那一刻 所以我决定 就是上次学习 走出谦卑的第一步了 就是去到上帝面前 跟他说 我犯了罪 我承认我自己 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 我需要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洗清罪债的一种救恩 来带我有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那晚呢 我就去抉制 承认自己一个罪人 用信心相信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的罪债死亡 命者三日后复活 接受他去做我个人救主 成为一个基督徒 从此享有永生的盼望 所以其实 无论你是基督徒也好 你不是基督徒也好 我们都能够 由圣经里面 包括了耶稣身上 学习到谦卑的功课 从他的仆人身上 学习到谦卑的功课 甚至乎好像我一样 在研读圣经 明白到圣经讲的救恩当中 来去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 而当我们人生 拥有这种谦卑的品格的时候 老实实说 对我们是很有益的 原因 因为谦卑的相反会是什么 Terence 骄傲 自大 自我忠心 觉得自己比身边的人更加重要 一种这样的心态 但是拥有这样的心态的人 他的行为自然会是什么 自私 坦白说 当你不谦卑 你有一个自私行为的时候 其实都颇土人厌 甚至乎会令人更加刮目相看 但是你要记住这个刮目相看 我很明显地说得很sarcastic 不是真的正面的刮目相看 就好像上个星期 我和Victor 我们一家和Victor 去sweet tomato 吃饭 看到一位人兄 那大家不知道 sweet tomato sweet tomato 其实是 吃蔬菜 的自作餐厅 但当中也有时候 有些披萨 muffin 有些汤 喝 Victor 我去sweet tomato 最喜欢喝什么汤 多谢你 对我也有点了解 我去到这家餐厅 我都很喜欢喝它的 鸡面汤 chicken noodles soup 原因是 他们煲这些汤的时候 放出来 当中也有很多渣 即是鸡肉和面 很有料 份量十足 我是很喜欢喝这种汤 我经常都打趣来说 如果你去sweet tomato 如果你之前去的时候 有很多亚洲人 亚洲很多 包括印度 菲律宾 中国 凡是亚洲人拿出 chicken noodles soup 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整个碗里面 拿出很多鸡肉 但是那一晚 我看到一个特别的情况 就不是亚洲人 是看到一个年轻的白人 我想他应该很喜欢吃鸡肉 他拿着碗 去搓chicken noodles soup 的时候 他搓到整个碗 都是鸡肉 但是他的碗 是真的好像山那样 突高了 同时间 人又有两只手 他不是拿一碗 他就拿足两碗 然后他就准备 拿完汤就准备走了 OK 准备走了 我摄影机那个要动了 那时候拿着两碗汤 就在那里走 一路走的时候 有什么后果呢 他又不是走得慢 因为他想多回合 他一路走 那碗鸡肉呢 鸡肉就很厉害 我看他没有跌 但是这些汤就烧到整地都是 那你要明白 就是当时那里是佳砖地 又有地毡 那他拿完之后 回到位置 摆完之后 他不是吃 他再出去再来两碗 之后又再走回家的时候 整地都是汤水 那最大一个 其实基本上 严格来说 他没有做错 因为是什么 自助餐 任吃 你真的吃多少都可以 但问题就是 既然是任吃 那那些碗 又无限量供应 那不如你 我的心想 你不如拿到几只碗 每一碗 不要装到那么满 那你走的时候 不会把汤水全部放在地上 即当中都有很多老人家 小孩子 在街砖地踩到汤水 滲下 那怎么办呢 是吧 再者 我见你都拿了三回合了 你拿这么多碗鸡肉 你吃不吃得了呢 我不要理他 但当时的问题 就给我对这个人有个印象 他当然很喜欢吃鸡肉 但他都挺自我 即觉得自己比身边的人更加重要 所以我要拿完我的东西 但是整到地上骚脏 骚脏 会有可能滲下小孩子 老人家 他完全在所不计 可能他没有想过 那面对着一种这样自私的行为 即是 虽然他没有踩到我 但是这一位鸡肉年轻人 的确令我觉得颇为头痕 OK 即是我也觉得自私的行为 是会令身边的人觉得讨厌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但是 如果我们人生里面 学到一个谦卑的生活模式态度 完全整件事就相反了 你应该就会得着益处 你应该甚至乎能够人见人爱 为什么呢 又有原因又有根据 想用回刚才那位心理学博士 所写的文章里面 告诉大家 其实一个谦卑的人生 会怎样为你生命带来好处 那刚才那位心理学家 叫Carl Albert里面 所写的那篇文章 他说到谦卑里面 其实有一个益处 看看头影片 他那里写是什么呢 他说我直接说英文的翻译 给大家听 就是中文的意思 一个有正确自我价值观的人 是会更加容易去欣赏身边的人 是会去称赞身边的人 是会去鼓励其他人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就是说一个能够去懂得欣赏身边的人 称赞身边的人 肯定身边的人的人 是一个比较容易相处 和你会喜欢跟他相处的人 和人见人爱 为什么说人见人爱呢 因为在这篇文章里面 这位心理学博士 Carl Albert里面 也都引用了一个很知名的心理学医生 William James里面 他说过一句话 就是William James说 The deepest craving in all human beings is the desire to be appreciated 人类心目中一个最深远的渴望 是得到人的赞赏 得到别人的赞赏 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我相信人人都渴望被人赞 你是被弱狂才渴望被人骂 被人打 就是你会发觉 当你愿意 因为你想想 一个谦卑的人 如果他对自己本身的价值 本身的位分 有清楚的了解的时候 老实说 他自我价值观正觉 明白自己的价值和位分的时候 他不会自大地渴望全世界身边的人 都觉得自己是最好 整天要来赞自己 是吧 他又不会真的 你想想 除了拍拖的怨女之外 如果遇上一个人在你身边 一天二十四次 问你十几次 我是不是很漂亮 我是不是很健碩 我是不是很英俊 你不觉得很烦的吗 是吧 很烦的 那时候你想想 如果你清楚肯定自己 大家为何同时间望向某一个人 OK 上电视 但anyway 如果你清楚知道自己一个谦卑的人 对自己的价值观有肯定的话 你想想 你不会怕他赞其他人 是吧 你不会因为怕我赞你 譬如我赞凯莉 从此凯莉身边的人看到他好了 个个就围着他赞凯莉 那我就妒忌了 那我就觉得不再受重了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人生不再受重视了 那时候就开始发癫了 你一个谦卑的人是不会的 你想想 真正谦卑的人 知道自己自我价值 一个能够去欣赏别人的人 一个能够去聆听别人的人 一个能够去赞赏其他人的人 这种人在工作上面才敢 怎样 去用一些人才来为公司做事 这些人才敢去用人 这些人才可以吸引到人才 这样才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税的领袖 对不对 来到这里所以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在Jim Collins那本 Good to Great的书里面说 最顶级的领袖 一定是拥有 这种人才能够吸引到人才 因为是这种人才能够吸引到人才 才懂得去欣赏人 懂得去用人 而对于基督徒来说 做基督徒的时候 圣经要求我们是什么 欠秘 就好像我们刚才看的经文 《二副所书》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说 基督徒要深自改换一身 穿上新人 穿上这件新衣 而这件新衣 一种新的合乎圣经原则的生活态度 思想效能模式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 清楚讲到明 是包含了一种特质是什么 穿上新人其中一个特质就是要欠去 要欠秘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拥有欠秘的品格 其实是你基督徒也好 你不是基督徒也好 对你的生命 都是有好的正面的影响 尤其是基督徒 你要更加明白到 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有欠虚这种品格 你才能够成为我们圣经教导 我们要做的那种 Servant Leader Servant Leader Servant Leader 是哪个字行头 是Servant Servant Leader 就是做仆人的特质 行头先 之后才到领袖的特质 若然你没有一个谦卑的品格 你极其量都是做到一个Leader 是不是受人伏的Leader 我不知道 但不会是一个Servant Leader Servant Leader 圣经里面要求信徒所达到的目标 是有欠虚的心态行头先 若果基督徒能够有谦卑的品格 慢慢就可能在基督徒群体里面成为一个合神心意 能够为神服侍神有果效的仆人领袖 若果你是一个基督教里面的领袖 但却你没有一种谦卑的心态 反而是自吹自擂 骄虎呢 迟早会出事 比特前书五章五折给我们一个中谷 你们年幼的也要信服年长的 重点来了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促腰 彼此信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斥因比谦卑的人 很有趣 比特在比特前书里面讲 和保来的书信里面讲同一样东西 Clothe yourself with humility 都是穿着衣服穿上这个谦卑的生活态度 若果一个不谦卑的人 很大可能性相反 他可能会有些骄傲 有些自我忠心 而骄傲的人 圣经里面讲上帝一定会阻挡你 如果你觉得你能斗赢上帝 那你就继续骄傲 但如果你清楚不行 我想就学一学圣经所有的教导 我们学习个谦卑的功课 当你学习个谦卑的生活态度的时候 你的生活自然会活得精彩一些 有着数一些 好一些 为什么呢? 又不是我说 再看《比特前书》第五章第五节 圣经里面讲什么 神阻挡骄傲的人 是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期望今天这个分享里面 能够对鼓励一些 未曾去认识耶稣基督 接受基督做救主的朋友来说 其实谦卑是对信和未信的人都很重要 我鼓励未信的朋友 或者透过圣经 来到去由耶稣身上 或者由他的仆人身上 或者由圣经讲救恩那段功课身上 来到学习谦卑的功课就是说 看自己看得合乎中度 不要看自己过大 将自己缩小一点 来到一个谦卑的生活态度 你自然会更加多成功更加多快乐 而作为基督徒的 更加要记得我们时刻要谦卑 因为为什么呢? 是你生命上有谦卑 你知道自己有时不行 你才会时刻去倚靠神来过活 当你能够时刻倚靠神过活的时候 这个才是土神喜悦的生活模式 当你谦卑的时候 圣经说神就会赐恩给你 你身边的朋友 有些未信那些 看到你的生命里面 因为时刻倚靠神 而生命有着种种从神而来的好的时候 就会荣耀到神 让人在你生命上看到神的存在 那你便可以荣耀到神 你便可以带领身边的人 来认识耶稣 所以希望今天鼓励在座的每一位 不论是基督徒与否 都能够明白到 人生拥有谦卑的生活模式 思想态度 其实对我们人生 都是好得无比的一个情况 一个好处 所以期望大家 无论你是由耶稣身上 由仕途身上 或者由圣经里面的教导身上 都一起去学习圣经的功课 那希望大家继续在Skywalk里面 一起来到去学习圣经 希望我们的生命 因为有着神的介入 有着神的参与 我们的生命 不单止活着基督 更加能够让我们被神祝福 被神去锻炼的生命 让我们身边的朋友 看到神的存在 好吗? 我们一起得到祈祷 慈悲亲爱的天父 我们求你看顾保守 在座当中的每一位 不论信与未信的 都是能够明白 圣经其实是一个 怎样能够改变人生命的 神的话语 以至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去明白 神对我们的爱多么深 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 在十字架上的章 已经是多么深 从而我们有一日 愿意能够去接受基督 做我们的个人救主 求父神你帮助 让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能够 无论是基督徒 或者不是基督徒 我们都体会到 我们在生命里面 过往犯下的罪 我们愿意求神圣灭 若然我们在座当中 又是未曾接受 基督做耶稣救主 你有感动 是想去更加多认识耶稣 认识上帝 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话 我想邀请你举手 可以为你祈祷 或者将来有机会 更加多有机会 来和你一起探讨神的救恩 如果当中是有人 是想认识 将来是未曾接受 现在是未曾信耶稣的 如果你希望 能够更加多认识耶稣 甚至乎认识救恩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举手 我们愿意为你祈祷 以及将来有机会 更加多的谨谈 如果在了弟兄姊妹当中 假设 你觉得自己生命里面 上帝经常性挡住你 因为你不得够谦卑 而你是愿意去到神面前 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 因为你想忠心服侍上帝 你需要学习 将自己 不要看得太高大 过于自己所当看的 需要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 来到去跟从神 你又想立志的 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祈祷 今天上帝 感谢主 张牧 感谢主 张牧说 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 他们生命里面 感谢你 让他们走出 谦卑的第一步 就是他们愿意承认自己 心目中都有骄傲 有自大 但我们看到 神是爱我们的神 你愿意去看顾我们 去保守我们 去慕造我们 就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当中 他们向你的立志 求父神 你透过不同的途径 无论是圣经的教导 身边弟兄姊妹的鼓励 分享 牧者的长长线 有都好 让他们一起在你面前 活出圣灵给他们那份的能力 一个谦卑的生活态度 以至他们在生命里面 能够更加有效地去服侍你 更加有效地活像基督 来到荣耀上帝 我们祷告奉靠耶稣 基督名字祈祷 阿们 《黄桑花》 立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